俄乌冲突之前 普京对北约和乌克兰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 乌克兰不能进入北约 第二 北约不在乌克兰部署进攻性武器 第三 北约军事部署回到1997年前 但现在 即使一夜之间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全境 普京的三个条件也注定无法实现 因为15号芬兰正式宣布了将加入北约 这个消息花博士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这一次是实锤了 不会再有变化了 这将意味着 北约取得了30多年来最大的胜利 和俄罗斯的接壤边境一下子增加了1300多公里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 毫无疑问是一种羞辱 大家可以平民 你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不是为了国土安全吗 不是为了让北约收敛收敛吗 现在北约不仅不收敛 还大张旗鼓又往俄罗斯加门口撒了一泡尿 如果说俄罗斯人对于乌克兰全面西化 成为彻头彻尾的敌人 是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的 那对于芬兰这个长期的中立国一夜变色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预期 俄罗斯料不到北约这么猖獗 也料不到芬兰如此的大胆 但普京对此的态度非常的冷静 在正式决定加入北约前一天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主动给普京打电话 礼貌性地通报了芬兰的下一步 普京没有拒接电话 而是告诉芬兰总统 芬兰加入北约将是一个错误 芬兰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尼尼斯托说 普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我们没有威胁你 总的来说 这次谈话非常的冷静 普京的心里一定是怒发如狂的 但普京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冷静呢 因为普京明白 既然芬兰入北约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 那么表现出无谓的愤怒只能徒增翘柄 即使发出最强硬的威胁 比如在芬兰加入北约前夕 就出兵攻打芬兰 甚至使用核武器 这样芬兰当然会瑟瑟发抖 但问题在于 核武器不是一个可以轻易采取的选项 而在乌战局本就不顺的情况下 再增添芬兰这个战场也不是明智的选择 既然无可奈何 就只能忍忍算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请不吝点赞订阅